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际关系里受过伤的朋友 对于再次建立关系有时候会害怕 所以呢遇见那些想要认识的人会有点犹豫 要不要靠近他们 心里总是会问自己 我值得再试试看吗 为了一段关系真的值得我再去冒险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先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美国的心理学家亨利·克劳德博士 他原本大学念的是会计 可是在大三的时候 发现心理学对人很有帮助 所以呢转读心理系 立志成为心理工作者 而到了心理系之后 亨利·克劳德知道 心理学有很多门派 各有各的优缺点 所以他一直追问他的教授 有没有一个最核心的元素 可以贯串所有的门派 又能够为人提供最具体的疗愈 结果呢 教授的回答是四个字 人际关系 亨利·克劳德听了这个答案有点失望 因为他当年认识的人际关系 就是在学校参加一些社团啊 而在这里结交到的朋友 经常是通宵熬夜吃喝玩乐 没有把心思放在课业里 亨利·克劳德实在看不出来 这种人际关系可以对人有什么疗效 再加上当时最夯的幸福三角理论认为 人的幸福跟三个元素有关 那就是大脑思维和人际关系 而如果要认真的说 亨利·克劳德会更认同于大脑和思维 这是因为他觉得 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会遇到谁 或者是发生什么事 但每个人都可以控制的 就是努力改变大脑的认知 还有建立成长思维 借此呢去调整自己的境遇 不断地往自己希望的方向前进 就能够改变人生 不过几年之后 亨利·克劳德他就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是因为年纪的增长 再加上对于心理学有了更全面的理解 他才发现教授当年说的是对的 是自己小看了人际关系对人的影响力 因为事实上 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 就活在父母、家人、同学、朋友的环境互动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生理状态和心智模式 都是在这些人际互动里慢慢形成的 也就是说 人际关系并不像大脑或思维 是一种个人化的指标 所以就算一个人的大脑血倾诉让他更稳定 或者是他的思维方法让他的人生更有规划 可是不可否认的就是 他所处的人际网络 还是更早期的影响了他性格的主要环境 会这样子讲呢 并不是说人的一生都是由人际关系所决定的 而是我们本来就有趋乐必苦的天性 所以如果人际关系不好 我们会想要花时间跟精力去改善它 或者花力气去消除人际关系的挫折感 这会让人失去很多的快乐 但如果因为不想要受别人的影响 就断绝了人际关系 让自己处在孤独的状态里 这样的人生也很难活得好 而更直接的说 人其实像植物一样 需要好的水土才能够长得好 人际关系就是我们的水土 而一个人能够活得开心 活得好的养分 是不能够只从某一个特定的人身上获得的 他必须来自于各方的水土 关系里的每一个人才能够健康又平衡 举个例子 亨利·克劳德年轻的时候 原本想要成为一个高尔夫球选手 但因为运动伤害 和当时他的女朋友跟他提分手 而且他的身体还出现了早期的糖尿病症状 这一切接连的打击 让他感觉到焦虑和沮丧 身心里受到很大的痛苦 而幸好这时候 有一个朋友对他伸出援手 这个朋友很注重养生 和灵性方面的锻炼 所以他提供了亨利·克劳德很多 关于饮食作息 还有哲学思考方面的知识 而且还介绍喜欢健身的朋友给他 帮他打开更多的交友圈 而在他身心复健期间 这些新认识的朋友 有人陪伴他讨论失恋的痛苦 有恋爱经验的人 就陪他复盘恋情失败的过程 给他一些建议 让他能够从中吸取一些教训 而且讨论出更适合自己的情感模式 而也因为这段生命的低潮 就让作者发现 一个人能够好好的活着 其实是需要身体 情感 智力 精神 这四个方面的支援 而这一切的支持 是很难在一位朋友身上获得满足 而是需要一个高品质的关系网络 给他不同类型的支持 才能够帮助他走过低潮 而这种关系网络背后的逻辑 就像我们一出生的时候 需要母亲或家人很亲近的照顾 我们才能够活得下去 但随着生命的成长 家人很难满足我们不同阶段的需要 这时候我们需要走出去 建立自己的朋友 同事 还有亲密关系 而这些不同关系的建立 又会为我们提供不同的人际养分 帮助我们发展和成熟 而反过来看 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拓展家人以外的关系 他会很难获得外界的刺激和养分 让自己停留在孩子的状态 而一不小心就把生命的重量 全部压在家人身上 形成一种纠结的关系 很难对外伸展生命力 也就很难对自己感觉到满意 所以总结来看 人际关系之所以对人很重要 是因为随着生命的成长和前进 人需要更丰富的关系和情感交流 才能够帮助我们活出真正的自己 而这样的生命旅程 需要一个高品质的关系网络 才能够提供人足够走一辈子的人际养分 所以回到一开始的提问 即使人际关系曾经让我们感觉到受伤 还是值得我们一再投入经营关系吗 我对这个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人际关系不只是建立人脉 这么功能性的概念 一个好的人际关系网络 它不但能够陪伴我们 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重塑自己 实现自我成长 也因为这个主题这么的重要 所以我从今天开始 一连规划了三集的内容 跟你做分享 在明天的内容里 我会跟你聊聊什么样的关系 能够为你创造高品质的人际网络 你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而听到这里 如果你想要为建立关系开始做准备 我很鼓励你可以加入 起点线上学院的学习 我们有好好在一起这一门课 陪伴你建立关系里的安全感 我们也有自信表达力 跟与人连结的三个秘密 帮助你开口跟别人交流 而现在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从即日起一直到 11月30号这段期间 邀请你追踪 起点文化的Instagram 我们会在现实动态里 提供专属的折扣码 你想要参与任何课程 都能够限折200元 很鼓励你把握这个机会 跟我们一起学习 一起活出有选择的自由人生 详细的课程资讯 在我们的影片说明里都有连结 期待你的加入 那么今天就跟你聊这边了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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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